所以韓濱你怎麼看啊 天啊 反正 第一個就是累死基層遠景嘛 第二個大家都在想 有沒有 社會安全網講了個半天 蔡英文上任不是五天五個月啊 五年了 我的媽啊 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高官們飄在雲端啊 基層做到心酸 現在你叫超商店員 叫他們自己配辣椒水 超商店員 我們的辮姊妹以前也當過超商店員 你想想看 個子那麼小 你叫她拿個辣椒水 她嚇得都嚇死了 對不對 我怎樣 我噴太多 第一個 有沒有自我防衛過當的問題 噴太多也會出問題 噴死人怎麼辦 或是嚴重過敏發作等等 超商店員說 大官門想得太理所應當了 問題不是應該從根本解決 拿著辣椒水行凶的歹徒 會放下刀子嗎 超商店員的問題很實際 如何使用 使用實際是什麼 我會不會因為防衛過當 被告上法院 大家想得都很清楚 這些官員 大概是從來很少進超商的 對不對 我們的主機長 蚵仔米霜也從來不會自己買 他有吃 都是人家放在桌子上的 所以這些新三寶 應該也不太有進超商的機會 所以想出來的方法是怎麼樣 廣播一下 誰沒有戴口罩你廣播 你不要去勸 你用廣播 用勸 口頭勸跟廣播有什麼差別 用廣播不是更糟嗎 用廣播讓所有人都聽到 對不對 大家回過頭去看到 哎唷 那個人穿米色西裝 你是不是 如果說你有什麼症狀 你會不會爆發得更嚴重 然後我覺得蘇文昌有一句話 讓大家非常的憤怒 他說 政府從來沒有要求過 廠商店員負這方面的責任 沒有喔 沒有嗎 不會吧 我們找到了 12月1號起 有沒有 八大類場所進去要戴口罩 這8888 這些場所 勸導不聽者 依法開罰3000到15000 那誰勸導 就是這些店家 店員 要不然誰勸導 你這些八大行業都要勸 八大場所都要勸導 然後你看看真的有開罰的案例 在今年的1月30號有沒有 台南市府公告 海安商圈就是沒有執行防疫業務 落實管制 遊客保持社交距離還有戴口罩 這個商圈被罰 有被罰款 然後你看到今年的9月 台北市龍山商場的也是一樣 沒有要求民眾戴口罩 結果被罰了6萬塊錢 所以這叫做 政府從來沒有要求廠商店員 負這方面的責任嗎 出了人命之後 他好意思去跟死亡的店員 跟家屬做個切割 我又沒有要你負這個責任 你是在雞婆什麼 這就跟陳時中那樣的講法一模一樣 他要說你不是一定要去勸導 你在講什麼 就是你規定的 你防疫情委中心規定 不然你以為這些廠商 跟店員吃飽了真的沒事看 他每一個人都是正義哥 都正義感這麼強 每天無聊天去管家 有沒有戴口罩 有沒有死明治 不是都你要求的嗎 你知道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剛好又去便利店 你知道還有一個小姐 直接問那個店員 說你們現在還敢叫人家死明治 結果那個店員也很直接跟他講說 誰管他那麼多 反正我保護我自己就好了 我管那麼多 那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政府是擺明了 就是反正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就趕快推沒有我的事 但罰你的時候我正常罰你 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 那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你說如果今天事情發生之後 他們還沒有經過思考 還沒有經過討論 臨時今天被記者督麥 然後被問到的時候 隨便講一句話 搪射過去 然後講的離一到來就算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徐國勇 羅秉承他們這些人 都是經過了超過24小時以上 開會研究思考之後 講出來的幹話 對啊 這才恐怖啊 思考過還這樣講 我們國家最頂級的官員 最高層級的官員 經過集體的思考之後 只能端出一堆垃圾出來 那還有救嗎 表示依靠這些人已經完全沒救了 你看羅秉承在講什麼 你要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還要強化在職訓練 職前訓練 你知道沒有 足夠自然敏感性 哇塞 我是去當便利店員工 我要怎樣足夠 我要是怎樣 每天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隨時注意背後有沒有人暗算我 所以一個便利店員工 就是個準警察的概念 他接下來就會說便利店員工 你要先去學柔道 而且要到柔道多少段數之後才能做 每一個人就像一個問一樣一個打十個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當 我這麼厲害我幹嘛去當便利店員工的毛病 那你看看羅秉承怎麼說 政府在這個事情上責務旁貸 你責務旁貸怎樣 然後開始了 推責人 你操商業者要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然後有沒有 在爸爸 那人生他自己要保護自己 你操商店員自己要保護自己 你老闆要照顧他 我可不可以請一下羅秉承羅大發言人 你來教我怎麼訓練 怎麼訓練 我如何在補貨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結帳的時候 我去注意到那個人會不會暗算我 或者這個人突然之間要殺我 請問一下怎麼訓練 所以叫徐國勇示範一下 怎麼樣噴辣椒水可以嗎 你看你忘記了嗎 就是在火車上 有一個傢伙突然之間發神經了 我們的鐵路警察 明知道這個人是有危險性的 還不是一樣被壓頭 到最後訓職了 警察是受過訓練都會出現這種事 便利商店員工 請問一下你一個月給他20萬還是多少 你一個月才給他2萬多塊錢 你公司準備花多少時間精神去訓練他 你見鬼了吧你 徐國勇那個辣椒水更扯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叫他們每一個人身上帶辣椒水 請問一下 那便利店員工他辣椒水到底要放在哪裡 我都覺得很奇怪 以後每一個人都要像西部那個槍手一樣 在這邊背個鞋背帶 那個辣椒水都插在這邊 隨時大家遇到一言不合 大家比快的 看客人一出來的 便利商店員工都在噴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不然的話請問一下 到底什麼時機適合噴辣椒水 而且不要忘記 電影頭就是這麼狹小的地方 你一噴出去之後 整個電影頭大概都完蛋了 大家跟著一起嗆個半死 這就是你 徐國宗苦思了24小時之後 想出來的辦法 然後我覺得更離譜的就是 他竟然還有那個視訊APP 說如果有人要攻擊 你知道嗎 對著歹徒就會自動攝影 你歹徒進來我趕快這樣對著你 你看他 徐國宗教你一招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跟這個人起爭執了 然後你二話不說 拿起來 罩他 完了 完了 一定被打死 我跟你講 你來不及照他還就被砍 對 真的 大概百分之百 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 只不過一言不過吵架 所以有人為了受罪 手機剛打起來拍 對方就開始揍人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最能夠觸怒對方的其中之一 就是用手機去拍對方 你是內政部長 你是內政部長 你不知道社會上天然在發生這種事 你怎麼會提出這麼愚蠢的東西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討論 說辣椒水 如果噴到也就罷了 如果沒噴到 下場怎麼辦 超慘 我已經提醒過幾次了 我再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 特別是女孩子 最近不是有很多棒球隊 但是徐國種說要證明球棒隊 我跟你講 第一個女孩子要防身 千萬不要帶這些球棒什麼東西 因為你很容易被對方搶過去 你可能更慘 然後辣椒水這種東西 說真的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第一個噴出來 你以為只有他會被噴到 你在旁邊 因為我試過 你自己也會被嗆到 其實不一定那麼安全 搞不好到時候 你激怒對方 你不一定噴得很準 然後激怒對方 你可能會更慘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有它局限範圍 而且 講實在話 羅秉承唯一說的一件事情 你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 其實你不太會使用這個東西 那請問一下誰去訓練 誰要花這個金錢時間成本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請問他 你不太會判車 你不太會判車 的話 你不太會判車 看看 你不太會判車 在什麼東西 你不太會判車 你不太會判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